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前段时间我们在因缘巧合之下 体验了著名的免费海战游戏 World of Warships 又名战舰世界 而这款游戏的表现 比我们预想中要好玩的多很多 一改我们对免费网游先入为主的看法 所以也就有了今天的这个推广视频了 那在本期一天 我们详细给各位分享我们的游玩感受 看看它到底好玩在哪里 并分享我们的一些精彩海战高光时刻 特别是 主要就是你的一些英勇表现 刚进游戏 你会看到你的战舰 停靠在你的私人港口 而这里就是游戏的主界面 港口环境 音乐等 都可以根据喜好更换定制 细腻精细的战舰模型表现 给我和娜娜留下了非常好的第一印象 而在大海实际航行时 不同的船有不同的航速 转弯半井 惯性等操控属性 这种真实的物理效果 逆阵的音效和经济的模型 很好地还原出战舰的厚重操作感 再加上生动的水波表现和环境 等高品质画面效果 给你带来的是 临场感十足的航行和海战体验 其实这次厂商给了我一个超级账号 里面解锁了所有船只 并拥有所有付费皮肤 供我在工商期间体验使用 但因为游戏意外的好玩 所以我打算即使做完推广 平时也是不是进去打几把 要连自己的号码 所以我把超级账号给娜娜用了 所以娜娜的战舰 永远看起来比我的炫骨的华丽 游戏的战斗设计非常多种战术性 并不是单纯的比水苗的更准 每个战舰不同部位的撞甲厚度不一样 根据攻击的目标部位 选择合适的弹药种类 可以大幅提高攻击效果 而且不同部位收集时 有可能会引发相应的负面状态 比如进水火灾弹药不包炸等等 啊对对 我们在水线下破了个洞 我们上来大量的进水 舰上的炮塔还有特定的旋转速度 和对待旋转角度 射击时只有那些旋转到 准心锁止方向的炮塔方可发射 并不是简单的指纳打纳 这样的设定也催生了多种战术玩法 比如通过将船的侧面对击攻击目标 可以实现更多的炮塔 同时对目标进行射击 或者策略上的出现在 敌线炮塔无法快速瞄准的位置 炮塔的提前预瞄也变得余为重要 虽然需要考虑这些额外因素 但游戏提供的各种辅助界面 会助你快速上手 所以就连娜娜也可以时不时 远距离机会的敌舰 时不时 我超级英勇无敌好吗 我打住了打住了 我你继承了 我打中一个有什么奇怪的 这就是我打中的第二次 在游戏里 炮塔并不是唯一的攻击手段 敌方舰队中如果有航空母舰的话 你还得注意来自敌机的威胁 虽然舰上的副炮和防空炮 会自动攻击敌机 但有时还是得做好 要做紧急闪避驾驶 以避开敌机同志的各种炸弹 不要扔不要扔 哦哦哦哦哦哦 而潜艇和一些特定舰种发射的 游戏雷 更是悄然而致命的舰艇杀手 单发威力巨大 几发就可能对你造成毁灵性打击 幸好游戏接近船体时 系统会提前发出预警 你如果驾驶好船体的话 还是有机会躲过去的 就连娜娜也可以时不时 做出漂亮的闪躲 又先发现一雷 哎呦 我绕过圈你就打不着我了 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 看见了吗 嗯 精彩的躲开了 而通过精妙的船体操控 以分毫之差 从密集的鱼类攻击 私立逃生时 更是惊险刺激 爽感爆防 也是游戏中最让人 心跳加速的时刻之一 你停伞你停伞 哦哦哦哦哦 看到了吗 对啊我就说你能走 我觉得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好 游戏里战舰的种类 分为驱逐舰 巡洋舰 主力舰 潜艇 以及航母等总共五种 适合不同倾向的战斗风格 舰体最小的驱逐舰 拥有最弱的炮塔火力 和装甲强度 但速度最快 机动性最灵敏 适合侦察敌舰的位置 占领居点 用烟雾弹 给有舰提供隐蔽 等辅助性作用 而且绝大部分驱逐舰 都可以发射鱼雷 也可以神出 滚墨于各处 偷偷用鱼雷放冷枪 是对操作要求较高 对整体战局 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舰种 巡洋舰 有着中规中矩的装甲强度 射程 速度和火力 全面发展 全面落后 是个万斤游 也是我最常用的舰种 而且也等于是娜娜的护卫舰 给娜娜提供强有力的保护 全有力 开着开着你就不见了 因为我中大了 你中鱼雷了 你是鱼雷了是吧 嗯 啊小粉 我的护卫舰毫无用处 我不是你的错 你作为我的护卫舰 你完全没管 竹力舰是娜娜 是我的吧 是娜娜最常用的舰种 我的小子 使用最大口径的炮弹 并且拥有最远的炮打射程 战场在后面 那块有后面有 噢噢噢噢噢 往那边转 那边转 看到他了就揍他 我的射程可能不够 这接入战场也太慢了 你是不是在滑水 对啊 对就是在滑水啊 同时船体最大 移动速度最慢 所以面对鱼雷来袭时 最难闪躲 但血量和撞甲也是最后的 躲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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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躲啊 你能躲吗 你能躲吗 躲不了了好像 转的转不来 噢我没事 现在娜娜的主力剑 已经可以做到经常 与敌剑打成平手 好 我看我的这个鱼雷 我在跟漂亮的这个船决动 对对 我的鱼雷也正在向他走呢 我的鱼雷在帮你 你一起打仓 噢噢噢噢噢 我的鱼雷说不定能 能中呢 两个中了 他一下子半块血了 还是我的血量有危险了 因为我们俩 相当加5了 快拆一点 可以 给我一点材 噢噢噢噢噢 bows 你们飛过来 你们来突被一进了 就差一点点 你们来突被一进了 太死了 噢我 我撞到边缘了 我动不了了 航母和潜艇是比较特殊的舰种 提供跟传统战舰 und截然不同的游戏体验 落伤 用航母时 你的攻击手段 就变成用战机空袭了 可以派险 分别使用火箭 鱼雷 高爆炸弹 三种不同攻击方式的战机分队 进行超远距离攻击和侦察 但在敌人的防空炮火中 要重空空投命中敌舰也并非易事 而且航母本体一旦被敌舰禁身了 就凶多吉少了 潜艇就跟大家想象的一样 可以潜水 隐蔽性高 可以使用潜望镜 声纳等特殊战术 但有的战舰种类能进行深水扫描 或投放深水炸弹 要注意 以上只是我潜伏的对建筑的了解 毕竟这游戏已经出了很久 而我目前只接触不到一个月 所以有错的地方 欢迎各位大佬们在评论区指证 对了 中间差一下 差点忘了我必须传达的信息了 World of Warships 当然有好理可以拿 通过影片咨询来链接下载游戏 在PC版输入PC Battle 主机版输入Console Battle的优惠码 即可获得7天的战舰高级账户 三艘Premium高级战舰 以及20个列的迷彩等福利 所以最近是尝试World of Warships的一个好时机 反正游戏本身是免费的嘛 领着些礼物 试完之后觉得不是自己的菜 不玩就是了 或者像你一样去沉迷其中 至于游戏内付费商城的东西 因为我们也没买过也没怎么看 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 好像有看到什么西游戏主题的战舰 什么好像确实是漂亮 沙松那是最漂亮的 就很意外 好 那我们接着看游戏的地图 战舰种类等核心系统 作为一款已经运营了长达8年之举的长青游戏 World of Warships的内容相当丰富和完善 在影片前段提到的游戏主界面 即私人港口提供了20多种不同风格 供玩家切换 港口机制虽然跟战斗无关 但这里游戏对于战舰的展示效果也是极为重要的 所以World of Warships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比如在夏威夷港口伴随着该港口的专属音乐 看着屹立在夏威夷的阳光之下的自己的战舰 有时会莫名令人感到极心澎湃 最新也更新了以龙年为主题的港口 龙还会时不时喷火焰 很好看 而游戏的战场地图更是多达40种 场景细节丰富 风景美丽美快 在有的岛屿上 你能看到剑墨津西的岛上小镇 这是娜娜发现的 在北极地图 剑上会覆盖着冰雪 天上还能看到极光 不同的地图 战斗目标会不一样 岛屿分布也不一样 需要根据战场环境制定好战略 而不是单纯的盲目冲锋 战场上还有天气变化 而且时不时还会发生极端天气 如龙卷风 雷雨 在极地地图则是暴风雪 这些极端天气 不仅在视觉上令人震撼 还会影响战场能见度 等对战况产生实际的影响 更加丰富了战斗的战术深度 游戏还提供多种游玩模式 除了玩家间进行的标准海战模式以外 你还可以跟其他玩家联合对抗电脑 以PVE方式进行游玩 特别是行动模式 会在战局的不同阶段 要是玩家们一起合力 防御完成特定场所或护航特定战舰等阶段性略物 也是挺有意思的 而在游戏的核心要素 战舰种类方面 游戏目前提供分布在美国 苏联 泛亚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600种战舰 供你慢慢解锁 即使同样的舰种 不同的势力分类会展现出不同的性能倾向 游戏中的战舰数量还在持续增加 最近游戏还将引入全新的印度战舰 这么多战舰不知平衡性会怎么样 因为我们目前玩过的战舰也不是那么多嘛 有World of Warships的大佬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补充讲解一下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 许多战舰都是基于详实的历史考据设计的 不仅在外观上尽量还原 而且每艘舰船都配备了详细的文献介绍 军事迷们应该很喜欢 对于每个已结束的战舰 玩家还可以自定义安装配件 升级方向 信号棋等要素 进一步对战舰的性能进行微调 此外还有指挥官系统 跟战舰一样 指挥官也有自己单独的纪念升级体系 可以获得技能点 接受各种指挥官技能 历史上有名的海军将领们 也会以传说指挥官的身份出现在游戏里 拥有独有的各种天赋 有的天赋加成 是在战斗中满足特定条件时会触发 有的天赋会令你战舰的炮弹轨迹 拥有特殊表现 游戏 那样也挺有意思的 即使被打的话也挺好 平常太够花 我就是被打了 游戏还会时不时跟各种知名IP进行联动 如必然航线 变形金刚 哥斯拉大战金刚等等 相关战舰不仅在外观上 融入了合作IP的主题风格 战舰指挥官角色 也会由相应IP的人物担任 为游戏征调的趣味性和丰富的文化元素 以上就是我们对World of Warships的游戏感受 以及相关介绍 比预想中要好玩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只是礼貌性的问一下 我觉得这款游戏真的算是意外之喜 因为以前你也带我玩过很多网游 没有啊 我最后一次玩的网游是魔兽世界 不是啊你都忘了 你带我玩网游 POPG那不是网游 新世界 那个只是玩了一次 然后还有那个 韩国有个什么什么什么大作的网游 没想到这个游戏 战舰世界让我对网游 有了很大的感觉 现在的网游已经是这个水准 或者是只有它是这个水准 这个不知道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没想去玩 不过我觉得 以前跟你打使命召唤的时候 我那些子弹什么 我都搞不不不不不 只能从头到尾 只用一个枪一个配置 因为它每次你想换配置 你这个学习成本很高 但是这个战舰世界 我觉得对新手很友好的原因是 这款游戏在韩国这边 维基百科里 就是我经常看的那个Namuiki 也是评价这款游戏 目前几乎没有同类可替代比 属于这个类型独一份 好像啊 然后媒体评分 我就看了 也是M战81分 这个跟我们之前玩的1G2 是差不多的分数 然后IGN也是8.3分 所以虽然IGN的评分 反正媒体评分 评价也相当不错 所以感兴趣的观众朋友 可以试一下 那在这也再次提醒 不要忘了通过影片咨询来链接 下载游戏 并使用优惠码 PC Battle 与Console Battle 拿好这些福利之后 再加入World of Warships的海战世界 好 本期视频就讲到这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